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您知道吗 在台湾的十大死因当中 第一名不用怀疑已经是残联了三十多年的癌症 第二名就是第三名经常偶尔轮流换来换去 第二名是心脏病以及相关方面的疾病 第三名就是脑中风的部分了 去年开始脑中风的死亡便降到第四名 肺炎 肺炎 但是不管如何呢 我想您我身边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中风的亲朋好友 看到这样的亲情发生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很庆幸他没有造成重大的伤害 那有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哎怎么这么的可惜 因为可能那个中风发生了一瞬间之后呢 或许他就半边瘫痪了 那或许呢他就已经丧失了某一些的功能 甚至是必须要请看护 甚至是申请长照来照顾他这样 但是中风可不可以预防呢 这部分呢我们都要请到影之号医师来跟听众朋友来做的说明啊 但我们今天着重的重点要着重是在于中风时的紧急处理措施 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先快速聊一下哪些人是高危险群好了 因为我还是有准备了一张哪些人是高危险群的图表 这是来自于王鼠军医师跟记者们的整理啊 我觉得这个这张还蛮整理的蛮好的 让听众朋友一起的来看一下 啊里面呢有几个危险的因素 医师我们可以看下面看得到那个小操的部分 好首先呢像最下面的话有写到的是肥胖对不对 肥胖对 肥胖心脏血管疾病 肥胖心脏血管疾病高血脂高血压还有糖尿病 以及呢有脑中风的病史的人有家族病史的人 还有年纪40岁以上的人跟有烟影的人以及有酒瘾的人 这些呢都是属于脑中风的高危险族群 看到这张单子的时候呢真的就是要提醒大家要特别的留意了 你是不是身上也有这一些的疾病呢 看起来似乎是以三高肥胖 以及有心脏病跟有家族病史的人居多对不对 嗯好好这个部分请医生把来跟我们提供朋友做的 所以其实大部分我们看到都是三高 嗯目前因为是后天的 那你说有家族史啦 那这个这个没办法 或者是年纪越来越大的 这个都是这个是先天的 那后天就是三高 我们怎么把这个三高控制的很好 嗯或者是你本身已经有心脏血管疾病了 嗯那你要怎么样去好好的去治疗你的心脏血管疾病 避免你的心脏血管疾病恶化 嗯那他会产生中风 所以我这边要讲一个问题的重点 大家会很害怕说心肌梗塞 血栓呢堵住了心血管 造成你的心肌梗塞然后死亡对不对 嗯但是问题是 如果我们的心脏有这样的风险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就要开始留意 其实你的脑袋也有可能会出现血管酸塞 是的特别是像心脏衰竭的病人 还有一个比较最危险 然后也被容易最忽略 就是我们讲心房战动 是一种心率不整的其中一种状态 那这种都会让我们的这中风的 这个尤其是缺血性中风比例是增加的 嗯OK 为什么心房快速讲就好了 为什么心房战动会 心房战动感觉这只是一个不规则的律动而已 那这类的不规则律动 那这种是所有的心脏 这个心理不整里面 它最容易在我们心脏里面产生一些小的血栓 嗯那这个心脏里面 因为我们心脏收缩 如果很规律的收缩 我们的血流啊 就很规律的这个这个输出我们的心脏 所以它的这个血流就很好 那你在不规则的时候呢 血球跟血球撞在一块 就容易产生血栓 那这种血栓呢 尤其在这种 这种心理不整的这种频率之下 那它产生的血栓 它很容易躲在我们的心脏里面 那哪一天它就 它高心脏出来玩了 它就从我们心脏里面跳出来了 所以天哪 这不是高血压或者是血糖等疾病所产生的血栓 它是因为不规则的跳动之下 血球跟血球之间的互撞 对对对 撞击出来的血栓 对对对对对 这样子 OK 这个是特别的 特别要要注意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要见为之助 如果说呢 你有脑中风的病史的话 你要特别注意你的心脏 是不是也会有出现心脏的血管阻塞 有心脏血管阻塞的时候 也要特别注意脑血管阻塞 我可以这么说吗 这两个都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多多说一点 我们就说 譬如说我们在脑中风的病人 尤其是确认脑中风的病人 住院的时候 我们一定把他心脏查得清清楚楚的 因为心脏可能就是一个 他后面的一个很主要 造成他脑中风的病因 所以我们要查他的心脏的收缩力啦 他的这个就是有没有这个心力不整 而且特别是有些心力不整 他并不是一直处 这个持续的存在 他可能是振发性的 所以有时候甚至我们还要 有时候这个住院的时候呢 我们还跟他做 这24小时的心电图的一个监测 那我看看他是不是有没有振发性的一个心力不整 医生您讲的跟我想的不一样耶 你讲的是说 因为心脏本身结构跳动的问题 而可能比如说 导致心脏的 中风 心血管中风 但是我以为 我以为是 我以为是比如说你的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没有控制好的的话 造成那个血管壁的剥落 硬化 堵塞 那如果他有可能在心血管的地方堵塞的话 全身血管都相通的嘛 你不可能只有心血管 你一定是其他地方 也有可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我讲的是这个 你讲的是这个 那这个是我们所谓的叫做 血管周样硬化 所产生的一个我们叫血管的这个梗塞 那这种就是他 他他他这个 这个譬如说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个您刚刚讲的就是 这一个这个这个 来我来拿我来拿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你看 我们看到本来血管应该是很干净的 很平滑的一个血管 很平滑的血管 没关系医生您负责解说 我负责来拿就好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血管 他的麦克风 凹凸凸凸凸的 血管凸凸凸凸的 所以你看这个是血管很多对 那像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红色的地方 红色的地方 红色的地方 那个就是血管的这个 对对对 这个就是他凹凸的地方呢 沾上了血 那个我们的血小板 那一直沾上去之后 他他他越沾越多 最后就把整个血管就堵到了 就堵到了 这样子这是一个 一个一个我们讲的周样硬化 造成了一个血管的阻塞 我们听他叫做血管的梗塞 梗塞 那另外一种我刚讲的心脏 等一下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红色的这些的凸起物的这一些的部分呢 他有可能是你的高血脂 或者是你的 高血脂是我们看到黄色的凸起物 黄色的凸起物是我们的高血脂 所以黄色的凸起物跟红色凸起物有什么不同 对黄色的凸起物 他是我们的这个脂肪的一个 就是我们脂肪啊 或是我们很多的纤维 就发炎的纤维组织啊 他会沉积在我们的血管的管壁里面 那当他沉积在上面的时候 你们可以看到像这个血管的我们左边 那个黄色没有红色的地方 他是凹凸凸不平的 这种凹凸凸不平的血管的这种内皮啊 他就很容易让我们的血小板吸附在上面 那我们血小板一个一个血小板 血小板吸附在上面 他就把血小板会把我们的红血球 再把它拉进来 就造成了很多很多的血液 就粘在粘附在上面 那越粘越多 就会产生阻塞 哦了解 所以如果你是三高的患者 不管是高血压高血糖 或者是高血脂的话 你看到那些黄色的那些 这是一整条血管 这一整条是血管 你看到那些黄色的部分就是因为呢 你的三高都没有长期的控制好 导致于你的血管壁产生了一些的硬化 甚至产生了一些脂肪的沾黏等等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到 因为他让这个墙壁是不平滑的 血管壁是不平滑的 以至于本来可以顺利通过的这个血小板 也就是红色的部分 血小板呢 或者是红血球啊等等 他就卡在那边了 没错 没错 他也不是自愿被卡的 对对对对 他这根本此路不通 然后就是被卡死在那边了 对 一旦卡了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有看到这个最窄的地方吗 是 这个最窄的地方 就是有可能会发生心血管堵塞的部分 是是 我脑子跟堵塞的部分 这模型做得好好 谁做的 怎么有谁做的 然后那个黄色的部分 他可能要经过一二十年 才会变成这样啊啊多图 可是红色的部分 他可能在半个小时之内 他就可以把它完全堵掉 真假的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时候 因为他凹凸屏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血小板 沾点的太快 太厉害的时候 他在很快速的状况之下 他就塞住了 所以有时候堂检 很多人说 我的心 我的血管狭窄 只有70% 80%啊 为什么突然有一天就中风了 他可能他在从 他0到70% 他可能花他十几年的时间 可是他在从70%到80% 到完全阻塞 他可能只要花他半个小时的时间 也就是说这个黄色的部分也就是说您看到这些血脂肪高血压糖尿病所引起的血管的病变 黄色的部分呢 这个可能是要日经月累积过好几十年的时间 但是一旦当致命性的一击发生的时候 也就是这一些红色的沉积物突然卡住了 整个过不去了 就像土石流一样 突然的卡住了 绷住了 那有可能只是需要半小时不到的时间 就发生了 好恐怖哦 那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医生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修医基旁边有很多三高的患者啊 我想要问一件事情是 这一些已经变成黄色的 因为三高的原因 今年累月所累积下来的这一些的 这些的硬化斑块 硬化斑块有可能会自动消失吗 不会 他就是抓着你一辈子 你再说一次 他不会的 他抓着你一辈子 跟着你牢牢的一辈子 运动也不会 也没有办法 你吃任何的这个我们讲了什么清血路的药啦 降血脂的药啦 通血路的药 阿斯匹林也不会 也不会 阿斯匹林就是他预防我们这个红血球去塞住他 他预防的是红色的部分 阿斯匹林只是预防说红色这个地方沉淀而已 对对对 但是阿斯匹林没有办法把下面的那个红色部分削掉 对把他这个拉平 把他拉平 不可能 你真是要给我们一个非常惊人的星期五早上 所以你说药物也没有用 是营养食品也没有用 也没有用 运动也没有用 所以我们之所以要吃药要运动的原因只是为了预防他再恶化 对 是的 但是已经形成的 他就他就连了你一辈子了 不能够做什么内视镜把它烧瓜瓜一瓜之类的吗 现在我们如果说你已经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已经卡载在百分之六十七十了 而且你已经有脑中风这种症状产生了 这是我们可以用血管内皮刮除素 就是我们手术菌期里面把这个黄色的凹凸平地方把它刮除掉 这个也是行之有年的手术吗 对这是已经很久很久的手术 而且是非常安全的一个手术 不过因为他是需要上全身麻醉 然后在我们的颈部这个地方 然后开一个小洞 然后进去把这些这个就是这个这个脂肪把它拔出来 前提是他应该也必须要堵塞的很严重 医师觉得有必要性操作吗 对啊你不可能说百分之十说 医生帮我刮一下医生不是你的血管清道夫 因为刮的时候他还是有风险的 还是有风险 所以一定要堵塞到百分之六十七十的左右 对对对 那或者是说那因为现在比较科技进步 比较常见的就是干脆摆一个支架 就把它整个撑开来就好 也就是说如果我现在看到的是黄色的地方比较窄的这个位置 我或许就干脆放一个支架把它撑开 是撑开的目的 撑开就他他们狭窄的程度就没那么那么狭窄了 让他的通路比较顺一点就对了 是这样子 而且比较不会那么 因为他整个网状的 所以他一撑开的时候 这个部分相对会变得比较平滑 平滑一点 比较不会这样凹凸不平 所以小半比较不容易会去粘上去 而且现在支架他有些像涂药支架 所以他就会避免我们的血小板 红血球会粘在上面 所以这个时候就整个血管的安全性都相对提高 所以也就比较不会有这些所谓的红色的红血球 血小板沉淀在上面 因为他是涂药支架 会让他可以更轻易的经过就对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这个模型的时候 我相当的感叹 也就是如果当你今天是一个中风病人 或者是你是一个心血管疾病的病人的时候 请你一定要记得 这是一个日经月累的结果 他不是一瞬之间你突然 就是 就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周年 对 而更回过头来的是两件事情 第一我们应该是要告诉已经发生过的人 而侥幸减回一命的人 因为大家知道大中风之后 小中风的可能性非常的高 对不对 他如果要预防的话 就是他没有办法再完全回复到健康了 但是他应该要更积极的用其他方式来做预防 对 就是你要控制三高痛 控制我们刚讲的一些危险的阴质 包括心脏的疾病 然后你的生活的形态 然后这个都要都要好好的控制 我们要避免他黄色的部分在硬化 那我们现在目前在吃的药 比如说像吃阿斯匹林 吃保酸痛 吃这些抗血栓的 或者这些药物的话 其实是在预防 就是我们的 让我们这个血小板 不要一直沾在上面 只是预防血小板不要沾 红色部分不要沾在上面 黄色部分是不会消失的 对 而且刚刚医生有讲的 运动也不会消失 饮食也不会消失 所以收音机旁边的年轻朋友们 如果你现在是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 还没有高血压糖尿病 高血脂的这些疾病的话 你可以先去验自己有没有 那如果没有的话 请记得从年轻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饱粉了 因为到这个状况去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也是束手无策的 除非你就是要动气入性手术 把它烧瓜出来嘛 对不对 但那也是有风险的 有风险 因为要手术 要做麻醉 好 好想把你这模型买下来 这个你们有看过这模型吗 没有 超酷的 这正新医院进来的是不是 这个 这个 这个是我们以前学会的时候 他送我们的 OK 而且你有看到里面流动的 那个血小板吗 对对 会这样塞住 OK 好太酷了 真的是太酷了 但是我们回归到今天的这个主题 我们现在来告诉一下听众朋友说 如果真的你产生了急性脑中风的时候 你所必须要知道的五件事情 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 请你一定要事先知道要怎么办 因为如果你没有事先先知道该怎么办 事情一旦发生一定不知道 束手无策 非常紧张 整个人一片慌乱 脑袋是空白的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知识 一辈子受用无成 学起来帮助自己 帮助自己的家人 也可以帮助别人 那我们直接就是进入牛肉的部分 好 当你急性脑中风的时候呢 你要第一的 影医师说 怎么分辨是否真的中风了 因为很多人 其实我们在门诊常看到很多人跑来问我们说 那我这个症状像不像中风 不过你在很紧急的时候 在很紧急突然你的家人在你旁边突然就吃饭吃到一半 那筷子掉了 然后人发呆了 然后就是这个讲话口齿不清 那好像是中风 这个时候你在想说 他是不是真的中风 我要不要赶快打119 我要不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 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一个叫做FAST FAST这样子的 OK好 也就是我在网路上找到的这个照护线上呢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口诀 中风的口诀FAST FAST 那你第一个就是我们刚讲 像我们看F F叫做脸部FAST 那FAST的地方就是你叫他做一个微笑的动作 一个微笑笑这样 咿咿咿的动作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他的脸部这样咿咿 那如果他嘴巴是这样 咿咿咿 对不对 那一半有一半是起来 对有一半是没有 那这个时候他就是可能是中风了 那第二个我们刚才讲说 我们这个图表上面第二个是 A叫做arm 就是手背 你叫他两只手平举 那平举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物就一只手就掉下来 一只手可能掉下可能没有办法抬起来 或者是掉下来一点点 那这个都是属于中风的症状 他没有办法两只手平举一起平举 那这个也可能是个中风的症状 OK好 那再来就是我们叫他附送一下 就是说今天天气很好 那如果你的你旁边的这些 S speech 你叫他附送 然后他讲 天气 本来讲话是伶牙利嘴的 现在是口齿不清或者是大舌头 本来平常骂老公都骂很凶的 一直讲不出来 或者是还有一种情形我遇到的是说 他脑袋知道要讲这件事情 他嘴巴说不出来 对对 这个其实也是中风的可能性 好那最后一个T呢 所以T就是这个时候你发现 哎呀这三个症状 他可能有两个或有三个 同时都有 这个时候你要赶快把这个 他发作的时间记下来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10点25分 那我们就把这个发作的时间 把它记下来 这个时候呢 就这个时候 这个会提供我们急诊室的医生 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的 一个时间的一个 就是时间轴的一个观念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骗扯到以后 几个小时之内 我们该做什么事情 几个小时之内 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 这样子 所以叫FAST 但是先打119 对你一看 你一旦一旦一旦发现是有这样的 你就赶快打119 你先打119 打完了之后再记时间 在做也可以 是是 你不要现在那边记时间 然后那边打119 先打119 不管发生什么事 先打119 对对 然后再把时间记下来 记下时间为什么那么重要 刚刚医师有说了 因为当你记下时间 可以有助于医师判断 这是否是在黄金时期当中 他们能够在这段时间当中做什么 而如果只差一两个小时 也差很多 对可以做的事情真的是 Abo1点跟Abo3点是超多 会对很多东西就没办法做了 很多的急救的方式 他就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没办法再实施 OK 这样子 那这里面有一个FAST 没有讲到的部分 我一定要问医师 也是最多病人家属会问的说 天哪 如果他已经发生中风了 他可能比如说 他突然瘫痪了 就在那边不能动 或他突然倒在地上 或者是他还是好好的 可是他有些动作是做不到的时候 那我等救护车来的这段时间 我可以做什么 对 我们在 我们这个时候 如果他真的是这样 我们有什么很多急救的方式 那像我昨天门诊 我就碰到一个太太 她说 我先生这样子 然后他还记得帮他量血压 哎呦血压好高 那他先生本身是没有高血压的 他说 血压怎么这么高 我正好 我正好是高血压的病患 所以我有很多的血压的药 赶快给我先生塞一颗血压的药 这个对不对 这是绝对错误的 我刚才什么都没讲 我刚才不是讲 错的 对对对 为什么为什么 所以很多 这好老婆错在哪里 我们碰到 碰到很多 就是说 你今天在 家属以为说 这样子是让他是做一个急救 其实因为 我们脑子在中风的时候 那尤其是 特别是缺血性中风 我们刚讲血管阻塞的时候 这是我们脑部其实是需要很多 比较高的血流去 到我们的脑部去 所以脑部会有一个自动系统 他就会让我们的 我们他会警告 会让我们身体呢 加压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加压 所以这个时候血压会自动的升高 他升高的目的 其实是要 让我们脑部里面的脑细胞 得到 很好的一个血液的循环 一个我们讲的贯注 贯注压这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在 救援他的脑部 就你今天呢 看到他血压只要高 你就给他一颗降血压的药 你再帮他加油 你把他拉下来 不是踩刹车 你把他拉下来 你把他拉下来 是把那个血压要降下来 你把他降下来 所以他血就上不去了 所以脑细胞就得不到 很好的一个血液的供应 就中风就变得真的很 很明显 语无形 好恐怖哦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 平常上 我昨天还碰到这样 这个情形 那不只高血压的药 不能给他吃 应该是什么药都不能 给他吃 那如果他自己本身 比如说有一些人 自己本身就 有在吃一些什么 阿斯匹林啊 舌下寒片啊 什么 是保酸痛吗 是不是 对对对 那一类的药 其实我们都不建议 可以赶快给他吃吗 我们都不建议 那因为像 有些人讲说 心脏 心脏阻塞 比如说他们很多人 在网络上来讲说 我心肌梗塞了 我现在心脚痛了 说我赶快 吃三颗的阿斯匹林 那这个是心脏 因为心脏 他本身都是血管阻塞的 那脑部里面呢 你再发生 我们刚刚讲的 一个脑中风的症状 脸歪啦 这个手脚麻痹啦 或者是口齿不清的时候 他其实有可能是什么 是脑出血 如果你今天是 他是脑出血 你再给他吃阿斯匹林 给他吃保酸痛 结果他血液更不容易凝固 他的血块就变得更大 因为那个保酸痛 阿斯匹林 都是属于帮助血液 不要凝结的药物 对不要凝结的药物 但是如果他刚好是属于 因为在台湾脑中风 最主要的类型 就是康健杂志 帮大家整理的 一个呢 就是缺血性的脑中风 也就是堵塞型的 一个就是粗血性的脑中风 正常来讲 医师 连你们都没有办法判断 对不对 没有办法光靠外表判断说 他是堵塞型或粗血型 也因为你没有办法判断 所以你什么药都不要 给他吃 没错 是不是 对 因为吃的胖 你试得其反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很多人在家中说 等一下 我真的要进一下广告 不然我们的广告会打 一九 先进广告 等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邀请到的是 振兴医院神经内科的 隐居号医师 跟听众朋友呢 聊聊各种有关于 脑中风方面的相关问题 今天呢 我们要告诉大家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如果你发生了 急性的脑中风之后 你必须要知道的 五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 分辨是否真的中风了 然后第二个呢 其实我们刚刚 已经在节目当中 有讲的就是说 在家里面有什么样 急救的方法 医师其实讲到一半而已 医师说 千万不要给他吃任何的 高血压 保酸 汤 阿斯 披铃 这些药物都不要吃 对不对 那还有什么样的急救方法呢 在家里 那另外就是说 很多人说 我让他先喝口水 顺看看会不会比较好一点点 对啊 对 让他休息一下看看 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因为当中风的时候 有很多人 他其实在那个时候呢 他的 那个舌烟的肌肉 其实也是瘫痪的 或是没力的 所以这个时候 他吞咽功能 其实瞬间会变得不好 所以你在跟他喝水的时候 他会产生嗆咳的 嗆咳的这样子的一个危险 他那个时候没有咳 不要为他喝水 所以你硬要给他灌水 就他嗆咳咳 嗆咳之后 我们常看到 送到医院来 他除了脑中风之外 他另外有一个吸入性肺炎 哦 这等于是二度伤害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 天哪 我们不要当加害者 是是是 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 民众会认为说 我这个是应该 理所当然对他是好的 还有什么绝对不要做事 好 再来就是 派他一直要 你赶快讲清楚一点 你手赶快举高一点 好 你清醒一点 你不能够睡着 你不能睡着 没错 你要持续一直跟我讲话 对对对 一直在刺激他 其实这个时候 让他更紧张 他更紧张 其实他的这个 整个血管就会受缩 然后血液循环 就会变得不好 所以想要就是让他躺在那里休息 对我们让他就是安静的平躺 那安静平躺 然后呢 安静平躺 如果他是有流口水 或是他有吞咽困难 你甚至让他测躺 让他这个 这个让他口水能够流出来 可以流出来 你再帮他擦死 然后赶快打119 这是最重要的 好 那我们 等一下都是不该做的事情 难道没有可以做的事情吗 对 那有些人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坐放学 对 对不对 我在等救护车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坐放学 脑中风的人好爱讲放血 而且是手指放血 对 就死个手指头的 这个指尖的地方 等一下 在这地方 我要提醒大家 请上YouTube 搜寻酒吧新闻台 你就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 明英uncle的现场直播了 今天内容太精彩了 尤其是前面医生 带来了非常酷的模型 以及接下来要讲的这些 都是很重要的重点 听下来之后 一辈子受用无穷 而且我麻烦你 真的为自己做功德 还为他人做功德 请按赞加分享 因为你真的可能在无形当中 去帮助到一个 你不知道的人 而这一些的概念 非常的重要 是最基本的 是最重要的概念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了 有人在家里面中风了 该怎么办 我们第一讲到 什么药都不要给他吃 水也不要给他喝 不要不停的摇晃他 我刚刚讲的都是 不不要做的事 你就是接下来讲 是可以做的事 可以做的事当然是 第一个打牙要求 第二个放血 有些人说放血 是不是很多人 会讲说 我是不是要放血 放血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同业 我们做脑神经科的 特别是做脑中风的医生 我们常常会提到 你有没有碰过 送到急诊室来做放血的 有 每个放血的 他都会变好 确实我们在急诊室 有看到说 他真的在做放血之后 送到急诊室 他好了 可是我们也碰到很多 做放血之后 他还是没有好的 所以放血 这件事情 中医讲叫做 十轩放血 就是十个手指头的指尖 去给他扎 扎针 然后把血挤一滴出来 挤一滴出来 不是只扎一根 是扎十个手指头 对 要把它扎 那我们确实碰到说 有些人是好的 有些人就是没有用 那当然在这方面 也有人做了 这样子的一个统计 可是最后的结果就是 他并不是很明显的一个急救 可以让脑中风变得更好的一个指标 他们有一个明确的根据就对了 而且他也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正向的指标 说他做了 有做这样子动作的人 他以后的这个 就是他恢复的情形就变得更好 所以能不能做 我是站在不太反 不反对的情况之下 可是千万不要去耽搁了 这个中风的急救的这个疗程 就是说我今天 我一边等119 我一边给他做放学 那maybe ok 如果说我今天 我先做看看 做了之后他还没好 我再来打119 总而言之 那就耽误他就医的这个疗程 所以还有要补充的吗 第二题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说 还有啊 我后面会不会打不完 不是 就是说 我有点关系 对对 这是一种 那我们最重要就是说 你一定是要赶快 让他紧急到医院去 这当然 对让他紧急到医院去 医院去里面 你最好是找119 如果你真的在一个很不方便的地方 那你当然赶快就 医生我要问你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最常遇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呢 有人呢 他可能是住在天母 但是他固定到台大医院去看诊 他呢 看台大医院可能看诊 已经看了 比如说有15年的时间了 当今天119来的时候呢 他说 不不 不要送我去最近的农总跟证星 那个我们一点都不熟 我们的医生在台大台大台大 现在赶快送去台大 会有这种人 很多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可是这种要求救护车 痛痛不理 通常对 他责任区里面的 我还碰过一个病人 他为了这样子 跟救护车的急救人员 大打出手 然后他有到急诊室之后 跟医生讲说 医生你赶快把我转台大 我刚才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他会要转到他所熟悉的医院去 可是问题是 有这必要性吗 对 我们这个时候是抢救急救的时间 抢救急救的时间 所以你这个时候 你太远的地方 那当然就是 最好是不要了 太远的地方 那如果说 不过现在我们的要求 他会看他的责任区 如果他只是稍微远一点点 照一下 我们其实要求 这个的急救人员 他是蛮贴心的 他还是会 除非你太远了 除非你太远了 他可以 他尽量 但是如果 如果是真的不行的话 他 对 比如这种正心 在对面 这样子 他是没差 对对 但是问题是 不是 我要问的问题是 很多人会觉得 不行 溶肿 你是医生 你不会了解我的病情的 了解我病情的医生 在台大 对 这个其实就 单搁的 对 好 麻烦多说一点好不好 因为这有可能会 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要抢救的是时间 我们刚刚为什么讲说 FAST的最后一个提示 你要记住他的时间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如果今天有几个 几个中风的一个急救的方法 特别我们讲的是 缺血性中风 那缺血性中风 如果说你今天是 三个小时之内 我可以用静脉 打血栓溶解剂 我们讲溶酸的治疗方法 我在三个小时之内 可以打进去 如果你今天为了 要送到其他的医院去 你超过了这个 三个小时的急救时间 我们就不敢打了 我们就没有办法打 这个时候你就 就错失这个黄金的时间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 如果我们现在除了 这个静脉的血栓溶解之外 我们这几年来 在台湾我们发展的 非常好的叫做 动脉的 叫做机械取酸素 就是像做导管一样 我把导管送到 你阻塞的地方去 把你这个 我们刚刚讲很多 红血球塞住的地方 我像开 这个有一个砖子一样 砖进去里面 开三栋砖子 砖进去里面 然后把它拉出来 你就是刚刚的这个 对 他会那个 把那个 把机器开进去之后 然后把红色的这一块 清干净 对 把他用 用这个刀片把它刮出来 或者是用 像吸尘器一样 有个管子一样的 就把他这个 血栓把它吸出来 我们叫做机械的取酸素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在台湾呢 有出血性的脑中风 跟堵塞性的脑中风 出血性的脑中风呢 他可能呢 会用的方法 就是 缺血性的 你讲的是缺血性吗 不是 缺 发音不清楚 缺血性 也是毒色型的 你可能就是会 想办法把它挖通 或者是你就会打这个 注射 静脉注射 血栓溶解剂 可是注射静脉 血栓溶解剂 刚刚医生有讲的 要在三个小时之内 对 是黄金时期 也就是三小时之内的效果 是最好的 那机械 我们讲机械的取酸素的话 在前脑是六个小时 后脑是十二个小时 前脑是六个小时 后脑是十二个小时 后脑是十二个小时 对 所以你必须要把握时间 你必须把握时间 那 我们通常现在目前就说 我们也训练了这个 训练了我们的 这个119的救护人员 我们训练他说 他们很多 我们现在119 其实很蛮专业的 他在跟车的 不不 我觉得问题不是119 我觉得问题是 你要相信每一个医院的 急诊室的医护人员 对对对对 他们都有同样的水准 知道他如何赶快做 他会去说服 紧急的处理措施 你可以在绒总 黄金三小时之内 就赶快打血酸溶解剂 为什么非得一定要到 一个小时车程之外的 台大去打 对 这样只是在延误了 延误的这个 拯救的一个时间 急救的一个时间 你的救治时间 对 那开前脑 6个小时 开后脑 12个小时 12个小时之内 对 而且这个 这个是包括你到 到了急诊室之后 你要做很多的检查 做电脑断层 MRI 做MRI 做血管摄影 对不对 然后抽血检查 然后你要赶快把这些 救援的小组 赶快紧急招过来 然后导管室 然后这些全部都 都要做好 然后你进去不是说 我马上导管 马上升进去 你马上就找到了 我们有时候要去找半天 才找到说 他是拿一条血管去阻塞 所以这个时候都是时间 都是时间 因为我爸刚做完了 血管的导管术 所以我非常的了解 那个医生 血管摄影的医生 在找那个血管的时候 他不是说 造一个骗子 就在这个地方 我就去 不是 他是一条一条 一条的去找 去勾的 那叫什么 那叫手工业 那叫什么 那叫医生 要赶快抢在黄金时间 赶快找出你是哪一条 你还有时间 要去找你熟悉的医师吗 你熟悉的医师 也都会告诉你说 赶快呆在原地吧 对不对 对对 所以能够救进的医院 救进的医院就好了 这样子 能救进的医院 而且相信台湾的医疗水准 因为这都是标准的 作业处理程序吧 对对对 所以目前台湾 基本上只要是区域 区域级以上的医院 基本上都有 这些的处理能力了 好 所以您 大家看到这个问题点的部分 中风多久之内 要送到医院呢 当然就是 尽快越快越好 那 接下来呢 最下面的那一题 也就是第五题的部分 中风一定要马上手术吗 为什么我会提出的 这个问题呢 刚刚我们有讲到了 那出血型的脑中风怎么处理 我们刚刚都在着重在出 缺血型的嘛 就是堵塞的 堵塞的 那其实有些人真的送到医院去 电脑断成一做出来 哇 它其实是出血 里面有血块 那这个血块是不是立刻要 我要进广告 OK 我愿意进一段广告 等会回到节目现场 那回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呢 刚刚医生有讲到了 出血性的脑中风 确定了是哪里出血之后 后续的处理方式是什么 那目前我们的最主要大部分都是 这个着重在他的脑压的 减低他的脑压 然后预防他的这个再出血 或者是他的血块变大 而不是立即的赶快去 这个到手术室 去把这个 那个血块把它取出来 因为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科学的研究 很多的实证的统计里面 发现说 我今天不管任何的情况之下 我把血块取出来 对我们脑出血的病人 并没有很好的一个 就是帮助 就是说同样的出血的血块 你有做手术的 跟没做手术的 其实他三个月之后呢 他的功能的恢复是差不多的 甚至做了手术的人 他甚至功能恢复 还没有这个没做手术的人 来的这个来的好 但没做手术 那血块会自动消失吗 没做手术那血块在脑里面 不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吗 一般我们的这个出血的血块 大概三个小时之内 大概就会停止了 过了三个小时 他就会停止 有点类似像我们伤口出血 然后会自动停止 自动就会停止了 所以通常一般过了三个小时之后 他就不太 血块就不太会再继续的扩大了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 我们就让他保持他很好的血压 就这个时候血压就一定要降低了 就不像缺血性 我们不敢降他的血压 可是也不能降太低 那这个一个是血压的降 第二个就是止血 第三个就是要监测他的脑压 让他脑压不要过高 因为脑压过高 会让我们的脑细胞会产生损伤 所以这一切都只能够到急诊室 进家户病房观察 没错 你不会出血性中风 马上开刀做处理 这是一个新的趋势 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告诉大家说 最后的这个第五点 中风一定要马上动手术吗 因为有太多人都会觉得说 医生你怎么可以什么都没有做 怎么可以只打了血酸溶解剂之后 就在那边 那他不会持续的堵塞吗 你就确定这样观察就可以了吗 医生你是不是很无能 你没有办法做其他事对不对 你真的是说得太逼真了 然后明明你是出血的嘛 在加护病房观察 观察就可以了吗 不用动手术吗 不应该赶快把血块取出来吗 那血块一直在里面 会造成更大的伤害耶 对不对 真的是我们常常碰到这样子的 指挥医生 这个心急如焚的家属 他们是非常心急我们知道的 但是我们刚刚说了 目前最新最好的处理方式 真的出血性的跟堵塞型的 就是完全不同的治疗方式 不一定要手术 出血性的脑中风 现在都倾向于 就是观察 然后稳定他的血压 那个脑压 稳定血压 让他不要再出血 这是最重要的 那后续呢 那我们后续观察 所谓的观察就 如果他今天 他今天是我们第一个要算 我们有一个比率了 比如说他是一个 这个绳子很清楚的 可是他的绳子很清楚 可是他的血块很大 就是他大于50cc 我们现在用电脑断层 都有这个软体 可以算他的这个几细 那50cc 那可能就 他即使还稳定 也要开到 那如果说他今天是 有一点点迷迷糊糊的 他血块是在30到50cc 也可能要开到 那如果是太小的血块 那他就不需要开到 所以我们在这个 我们有个准则 这个准则就是有一个 你哪时候需要开刀 哪时候必须要开刀 但是还是必须要经过 黄金观察 其三小时之后吗 不一定 如果说是你来了 就是太大的血块了 可是他人还是很清楚 特别是已经超过 50cc的这个血块的话 这个时候就要开刀 对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实证医学里面 跟我们讲说 这个时候你开刀 是有好处的 那有些是 你不论他的血块大小 你都一定把它拿出来 这个不见得就有好处 不是不论大小 都把血块 马上立即拿出来 就是最好的 医生有一套的标准 50cc以上的 可能一定需要 紧急的开刀做处理 50cc以下借在 30到50 或许要再观察 以及看他的意识 等等之类的 总而言之 医师会知道 如何的去做一个判断 那如果你是堵塞型的的话 其实蛮多都是先选择 做静脉的注射 血酸溶解剂 要请大家安心 因为我一直觉得 急诊室其实是最安全的地方 因为急诊室跟交互病房 是24小时都有医护人员 在帮助你看顾你的爸爸妈妈 所以你不需要着急 如果这些医护人员 全部都蜂涌到你的爸爸妈妈身边 然后一直在抢揍他们的时候 我自己那事情那么大条哦 比较大条一点 所以中风是不是一定要马上手术 不一定 医师最后我们没时间了 只有简答题 如果我们只有轻微的症状的时候 是否可以等到有空 再去医院检查就好呢 还是建议你马上到急诊室 因为他可能在未来的几个小时 或几天之内 他会变成一个大中风 所以这个时候要赶快去找 他的阻塞的血管在哪里 他有没有潜在性 一个大血管快要堵到了 这也要赶快尽快地把他找出来 所以你即便是很轻微的中风 甚至你很短暂性的中风 你有这个现象的时候 你还是要到急诊室去做检查 OK好 请不要错过黄金时期 任何轻微的症状 宁可多跑一趟的医院 很抱歉 没有办法回答 网络上听众朋友的问题 但是请大家呢 可以就近找神经内科医师 感谢观看